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费城拉开帷幕 而第一夫人密雪儿则是全代会开幕当晚最重要的演说者 不过希拉蕊对共和党全代会的评论 很可能也适用于民主党全代会 因为泄露的电邮显示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在初选阶段违反中立原则 力挺希拉蕊而打压桑德斯 引起桑德斯支持者的强烈不满 连日来民主党全代会会场外 抗议之声不绝于 希拉蕊正式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当然没有问题 但是要争取桑德斯支持者的谅解与支持并不容易 已经宣布引就辞职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舒尔兹 一场早餐会演讲 也因为示威者抗议而灰溜溜离场 而当桑德斯不计前嫌呼吁支持者转而投票给希拉蕊时 全场仅虚声四起 We have got to elect Hillary Clinton and Tim Cain 记者 张国华 钟义庭 华盛顿报道 终天电视全身制作强档大戏 美好仪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